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就是人事调动然后就是管理人的那种 你未来想做的一个职位再往高一点 管理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 管越来越多的人 我的硬性宣言呢 机会是争取来的 我要征服事业 事业 地上掉了六块钱 今天晚上越南很美 我到底是欣赏今天晚上的这个月色呢 还是去捡了六块钱呢 您是想来让我们投资您的这个项目呢 这是我的经历 极度的自卑那带来就是强大的一个自尊性的一个要求 那按照你的逻辑 所有来这个平台的人能够溢价60%以上 他只能作为我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贼薄 但是也不能忘记尊大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这里是大群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扑蕾 谢谢大家 来 谢谢 请坐 这里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掌声有请第一位选手 我其实不是个学霸 我觉得从大学和研究生还有到工作 现在三个阶段呢 是对自我认知的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我工作有计划 希望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握这个时间去抓住我能抓住的工作 想要给自己更多的挑战 格子辉 女27岁内蒙人 北京工商大学硕士 名商法专业 大家好 我叫格子辉 来自内蒙古 是个素质高于颜值的法学女硕士 2014年毕业之后 进入了一家餐饮企业 成为了一个卖羊肉的文艺女青年 今天来到这里 想要寻求一份与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辅助决策类的总经理助理 谢谢大家 110 现在110 原来200 就瘦了一半 就是我们两个站在一块 就它原来的体重 是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因为自己觉得 因为我身边的人都会告诉我说 没关系 你就算是胖 你也是个好看的胖子 是吧 怪不得你说你颜值比那个要低15分 对 可能我身边的人都比较善良 所以我就比较自信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这么说了都没有啊 你周围人不是很善良吗 其实我也挺善良的 希望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啊 你这个工作经历只有一条是吧 对 你在那干什么呀 开始时候是做法务专员 然后之后做到经理助理 专门管连锁门店的 你这辞职原因什么意思 可能他们更多的想的是守城 我更多想的是拓土 你是想是以公为首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那个企业太停止不前了 太慢了 太慢了 对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在工作当中 他拼命加班 别人天天准点下班 他自己每天要加班到十点以后 现在跟他在一起的经理 觉得他的工作方式太拼命受不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企业 他待不下去了 就是我会经常的去给他上提案 然后会跟大家说 我说领导 比如说我们现在沟通效率的话 需要提高 那我们可不可以引进一些 比如说办公软件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 改变一些流程 改变一些制度 然后他说 他说我想要做的事太多了 他说我给你单屁一部门吧 你就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 你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真心话 还是正话反说 可能 当然心里有一定不满吧 应该 来我们这样 在座的十一位老板 刚才他的意思很简单 他是一个心系全局的好员工 扎扎实实勤劳的干 每天加班到很晚 但有些想法 确实超越了本部门的范围之外 这样的员工是不是个好员工 你是觉得是个好员工是吧 对对 你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下面管人 我就这么管了嘛 就是我们充分授权 你只是反正你可以去做 但我希望看到你能够做一些 我没安排你的活 你想到应该去做的事 这样当老板就希望无为而至吗 你是无为而至 那一个刚入职一两年的员工 让你整个公司换系统 你觉得挺好的 是吗 可能所谓的换系统 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 你要想到 他的 我刚特别想问你 你的领导 你的经理是不是年龄比你大 然后他是老制度晋升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两个的观念是不同的 这很正常 你才27岁 他如果47 或者是57 可能他没办法接受 所以呢 你给你的主管提的每一份建议 我认为他有两种心态 第一种他觉得你太优秀了 他掌控不了你 第二种他觉得你怎么那么八婆呀 管呢 我觉得好员工才懂得提建议 如果连建议都不敢提 你觉得这个员工有价值有意义吗 我认为他大概率应该是一个非常差的员工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就是说 你的加班时间长 而你的上级还其实并不很喜欢你 要不然就是说你干活 干的根本不是分内的事 而对这个部门的没有什么帮助 要不然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干活的效率特别低 导致你非得是加班 第二个问题是建议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提出一个好的建议 这个建议是能在这个部门经理的权限下 就能够去做的 那我相信他应该是充分给你授权 而采用乌微而至 就我感觉他提的建议 可能是根本不是这个部门能做的建议 这个经理也没法做的建议 我想首先谢谢各位老板的一个 怎么说 建议 你看你都不会说话了 可能是有一点紧张 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人力资源专家的意见 库尔特 指挥 我先问问你 你是那边哪里人 呼伦贝尔海拉尔 是吗 我媳妇我告诉你 是那个雅克什的 是吗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是觉得吧 现在这个 咱家这个指挥哈有一点紧张 你不要紧张 姐夫坐这呢 对吧 我觉得你这边的话有几点特别好 假如说咱是站在整个企业的角度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也比较有这种毅力 而且的话你自己主动去加班 我觉得这都特别好 那么紧干啥呢 这是咱家 对吧 你可以直接面对12位老板 所以你要展现出你的优势 加油 我顶你 你越来越像剧委会老太太了 这就是姐夫的职责 其实你不要怕 我倒是觉得做自己就好了 今天12个老板都给你留灯 你也只能选择一位 对不对 都不给你留灯 只要有一位留灯 你还是可以 谁都不留 我跟你说 回去还照样 哎呀 我跟你讲 工作有的是 什么大公司 小公司 只要你看得清楚 想的名字 这里又来了一妈 一定能找到好多 明白吗 没事 我们文化适合你 我们文化适合你 好好好 放心 绝对有人让你 也会告诉你 大家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来来来来 那个妈也有了 姐夫也有了 是吧 有反对的 有支持的 最后你自己回溯一下 来 你反映一下 首先 我想回答一下 丽总的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去建议 整个去换 整个的OA系统 我也知道 我从来没有去 有过一些战略性的 这些建议 我的建议 沟通的方式 然后表达的方式 然后可能真的是 有一些用力过猛 然后给身边的人 一些压力 我告诉你啊 其实你犯的这个错误 和诸位所有的老板 在每次录节目的时候 犯的错误 如出一辙 你都不知不觉的 在刷自己的存在感的时候 以别人没有存在感 为基础 其他的老板 也会犯这个毛病 我有的时候 也会犯这个毛病 就自己说着说着 哎呀 自己刷存在感 刷得好爽啊 然后别人就没有存在感 所以有的时候 无论是你提建议 还是做事情 更多的考虑一下 别人的存在感 哎呦 你怎么哭了呀 我的天哪 不要哭 紫辉 其实他什么都没说 刚才 他只提了一个 移动办公的事 你要干嘛 你要哭花干什么 哎我问你 你怎么哭了呀 我就觉得太可怜 你知道吗 哎紫辉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 呈现一个事实 你在过去的两年里 稍等稍等 别急 急什么呀 哪觉得委屈了 你不是女汉子呀你是 一年减九十斤 不是一般的男人 能干得出来的事 你怎么哭了呀 我该给你吃 还是不给你吃啊 没事 我自己给他 这倒挺 别害怕 来 把纸给他 一般男生 我是从来不给纸的 可以给一张纸 行了 行了 好吧 所以你现在 你知道委屈了吧 我估计你的那个上次 也被你弄得背后 也哭过 我想被自己解释一下 没事 这个有些事情越看越清楚 咱们接下来还有两个环节 好吧 我问一下你啊 你上一份工作是八千元的月薪是吧 你这次来要多少钱 嗯 一八千 八千 底薪 不低于八千 有低于的限制没有 没有 你应聘的是 经理助理和主管相关工作 是吧 好 眼泪撒干净了没有 干净了吧 行了行了 恢复成女汉子的样子 我一直把你当爷们的呢 啊 来 第一轮环节去货流 一闪 还有没有 好 天生我有财 准备一个是 PPT 这个是 大家拿到的话 可能是有内刊 然后还有一个 这张PPT的打印的稿 然后我想说一下 我在做内刊的时候会 首先先归纳出来原版的这么一个缺陷不足 然后之后根据原版的缺陷不足去进行修改 然后这是我的整个的一个方案的设计 那你刚刚拿的这份内刊是给我们要看什么 就是 它是编辑 责任编辑 你是责任编辑 对 这里面所有的 而且先手语是他写的 写的很不错 其实我知道 其实并不是很专业 但是因为这只是我一个人在做的 然后所有的文字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所以 对 这首语很有文采 谢谢 你好 我问一下 咱们就这本期刊来讲 这本期刊 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你在这里边的改版 和你的一些想法了 我想问一下 这本期刊你们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对于你们这个企业来讲 这个用途是属于前任的领导 然后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必须要把它坚持下来 不可以停 那好 那我问一下 他当时做这个期刊的目的是什么 就这本期刊 你们投入了人力精力物力去印刷 去发放 去走渠道 他最后给你们企业带来是什么 其实我并不知道 那你改版完了之后 它的效果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其实我是挺有的能说的 这个东西的话 在改版之前 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去看的 然后在改版之后的话 有加盟商 加盟店主动要求自己要上刊 然后他自己出钱 然后要求加印 然后用这个来做他们的一个宣传册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大概的可能主要的目的 是偏这个拓展加盟方向的 刚刚我也上网查了一下 就刚才原来你工作那个品牌 它在这个网络方面的宣传推广 还是比较差的 加盟这一块 那原来作为经常这么爱提 新想法的你 为什么把经历 而且把今天展示的这个样力 放在了这样一个传统的东西上呢 就是其实我 这也是我提的一些建议的其中之一 然后但是领导的意思是说 没有人去做 现在这个能力不现实 所以说要等 就是我们就谈这个期刊好了 既然是给加盟商的 我是不是要帮助加盟商 然后这里边既然有酱牛肉的做法 那给加盟商做酱牛肉的做法 我不知道它的目的何在 这里边还有沈从文的文章 有一半的内容 我觉得编的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这本杂志的 它的大部分的就是面向的受众群 其实是到店吃饭的这些客人 所以我为了让它更有可读性 和更有用处 所以才做了这些 比如说菜谱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应事应景的一些文章的这个 好来来来来 如果说这一个月刊钝对的是消费者的话 那这个消费者上 我看不到任何的一些营销动作 因为你是做营销出身的 上面居然我看不到一个二维码 看不到一个微博 看不到一个微信 任何互联网上的痕迹 我一点都看不见 我个人觉得我是这里的能力 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的 我也知道我拿出来的资料 并不够完美 但是这就是我在当时的环境 能够在我当时的权限范围内 和我个人的能力范围内 能做出来的最好 我知道这个杂志其实做的不够好 又哭了我的天 别哭了 坚强一点孩子 你不能老掉眼泪 你得直面对不对 你要去他们那干活呢 对回应他 对不对 你恰恰是因为要从那跳出来 有想法 他想干活 但有的时候不给你机会 但你今天来了 就不要老掉眼泪 对不对 面对一群狼 对吧 你也要有狼的掠夺精神 不是 因为面试里 很像有人接二连三的哭啊 你能解读一下 你为什么哭吗 要不然你回答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价值 对 别老哭 你如果让我们下个定义 说你抗压能力差 我觉得对你也不公平 能不能讲你为什么哭 就是其实我认为 我能做得更好 这个道理 嗯 为了 瓦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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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看一看 从头到尾一直在哭 觉得自己很委屈 但是话说实在的 争论越多 说明大家对你的关注力越多 所以这个眼泪以后 什么时候用你知道吧 就是男朋友欺负你的时候 那才有用 对那种男人才有用 对于他们不会有用的 你有多少的能力 他就给你多少的薪水 喜欢你的 今天就留灯 不喜欢你的就灭灯 记住吧 眼泪不要轻易了 职场不相信眼泪 好 来第二轮选择虚火流 挺好嘛 还有十盏灯嘛 两面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张阳 我给你的offer 是我们这个 一桃集团旗下的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这个运营总监的助理 地点在北京 好谢谢 现在我们正在打造 一档全民运动的这个节目 负责综合运营 和合力在北京 谢谢 我的这个投资企业的管理 和帮我做 这个一些行业的研究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欢迎你能来 谢谢 Kavji是做 咖参全国加盟连锁的 欢迎你加入 你可以随时要更多专业的知识 以免老板们质疑你的专业 第一个是用户运营 这个跟雨昕那很像 这个是很有意思 都是年轻一起在玩这些事情 第二个是市场推广 我很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公司 谢谢 谢谢 毕竟没有一线一些基础的知识 所以我需要你做一段时间的店长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 组宝给你的职位呢 是市场营销专员 好 谢谢 职务就是成为斯敏文化公司的 培训讲师的助理 然后未来晋升管道 可以从讲师这方面来 来晋升 好 谢谢 我们整个的这个拓展部的 尽力助理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地点是在上海 好 谢谢 在剩下的十盏灯当中 灭掉八盏留下两盏 再问你一遍 你还是女汉子吗 其实你不是 我可能挺温柔的 是啊 你挺温柔的 但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自己灭了吧 自己灭了 自己灭了 快点快点快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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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喜欢你 谢谢 谢谢 我有点害怕你 有请蔡明 单小鹏 谈前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来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我想问 如果我入职之后的话 会主要从事哪方面的一个工作开始 因为我自己啊 我们投资了这个将来二十多家公司 而且很多公司我们需要做研究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能够主动揽事 这样的人 那我就喜欢 用户运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如何吸引粉丝 如何把他们存留下来 如何做一些有次内容去支撑 市场如何把推广做起来 所以我觉得呢 会培养你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让你自己去做选择 而且我会关注你的成长 嗯 来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布洛尼 TCL 或者是谢谢赛歉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布洛尼 布洛尼是吧 完了又要哭了 然后想到的前提的一些不容易吧 然后才会去流泪 并不是因为舞台上面的老板的言语 过于直接或者犀利 我很感谢他们能够直接的指出我的不足 出社会也是比较早 相当辛苦的 在工作中比较努力 工夫不复有些人吧 工作也是有回报的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历练 感想难做 不怕输 我要为我的工作 为我的梦想去坚持 大家好 我是王冲波 来自于陕西 工作4年多 曾担任销售部经理 也曾独立操作为家居配套行业一公司的全面市场工作 有过两次创业经历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是想寻找一份有关市场及销售类管理港 或运营类工作 及产品经理 我的硬性宣言呢 机会是争取来的 我要征服事业 谢谢 柯老师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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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要征服世界 对 你的穿着和神态让我感觉到 有点紧张 不是 有点大哥的感觉 呃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当过大哥 当过 啊 当过什么大哥 哎 就是 你在上学期间嘛 学生头嘛 啊 打架啊 打架 从初一打到初三 再从初三打到初一 所以最后打的没读大学 是这意思吧 不是 那 是因为有丹心家庭嘛 丹心家庭完之后呢 跟我爸这个思想啊 因为叛逆嘛 青春期 开始有些走极端 嗯 那后来实在上高二的时候 我爸人说 那你不用上学了 我说那 不上就不上 口袋揣十个年就跑 先去工作去 第一份工作干嘛呀 第一份工作 饭店端盘子嘛 好 那要考虑吃呀 考虑生活呀 嗯 不能饿死 对不对 哦 那 最苦的三天 只吃过一个馒头 睡觉是在饭店里 那个俩椅子一对 之后呢 你也没有想过去进修 或者读个大学 就一直在外面 有想过 有想过 去了吗 读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很简单 那地上掉了六块钱 今天晚上月亮很美 我到底是欣赏 今天晚上的 这个月色 还是去捡了六块钱 那作为我当时的一个经纪来说 那我要 想着今天晚上 填饱肚子 那我捡了钱了 就不能欣赏月色 但是呢 生活 处处都在学习 都可以去学习 生命在于学习嘛 你怎么会跑到 想到到这来应聘呢 这我两年前 就在图简历 一直没机会 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来找工作 我感觉 我需要一个平台 因为在西安那地方 我们一个 一个礼拜 七天 工作呢 他跟你说了一个月 四天休假 他不跟你说单休 说是四天 轮休 结果 我们一个月 最少能工作28天 所以你这次来找工作 要求的作息时间 怎样呢 其实加班 我可以接受 但是该有的 你该对应我的一些福利 比如你要什么福利吗 我的付出 工资是不是可以 拿着相应的 你要多少钱 你底薪不低于多少 一万 底薪不低于一万 你之前拿过一万块钱的工资吗 底薪拿过 最高拿六千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就一万了呢 因为就像我第二次创业 我不认为我失败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 我去做了 它是对于我人生的一种经历 是一种历练 是一种历练 有收获 有收获 对吧 所以就涨了四千 是 是这意思吧 我觉得我值这个钱 这一万是在西安的一万 是吧 就是在西安 对于咱台上这些企业 最少一万 那如果是北京呢 北京一万五起 一万五起 那你有没有地域限制 还是哪都可以 没有地域限制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这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好面子 好面子 我们也好面子 你怎么好面子 其实怎样来说 因为咱在外面做业务了嘛 认识一些老板 他们出了场合 包括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那是不是跟他们要 去谈业务 是不是要跟他们处成朋友 那他们出了场合 他们去泡温泉 反正我不可能找个小孩去游泳 跟他们拉 那咱去喝 他们泡温泉 你也要泡温泉 对 跟他们有话说 因为我的老板 跟他们的档次要接上 对啊 那这样才有交流的机会 要不然让人家瞧不起 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有被瞧不起过的经历 有 极乐自卑 那带来就是强大的一个自尊性的一个要求 那我想问一下 你有女朋友吗 有 现在没有啊 那你女朋友肯定很漂亮 特别漂亮 很要面子嘛 对不对 不漂亮怎么拿得出手呢 特别漂亮 像 有尹峰老师漂亮吗 差一点 差一点啊 我以为比尹峰老师漂亮许多 你是说尹峰比他差一点还是 我女朋友比他差一点 哎呦 你这样说女朋友会不高兴的 你这得要面子啊 那不 确实咱又事实说话嘛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 牛吹的差不多了 可以了啊 来来来 找工作还是很真实的啊 对 其实坦车来说 大家听了你的心思要求 一万和一万五 大家估计会觉得你应该调调心 我想问一下你调吗 咱再谈嘛 看第二段经历嘛 第二段都没有 你哪知道我审判 先不调 我就怕第一轮灭的灯太多 你没机会 那没事 没事是吧 坚持是吧 坚持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了 你们太不给面子了啊 还有六盏灯 天生我有财 还有PT PT 最近一次创业吧 是做这个F2C的平台 目标是打造全国最大的一个线家社区终端网络 第二个 那个能打断一下吗 OK可以 穿越了 就是说您是想来让我们投资您的这个项目呢 不是 这是我的经历 就是说这 为啥我现在能要这么高工资呢 我表达我的一个逻辑思维 包括我对这个 呃 就是咱商业的运营的一些理解 是要表达一个商业看法是吧 对对对对 运营模式这一块 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板块架构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优势 生鲜是直接从产地对接消费者 新鲜下单集彩 我把中间所有的环节全部砍掉 我的产品价格是有优势的 不是这个PPT我们都看过了 你直接说你最得意的亮点是什么 我这里边最得意的 所有做生鲜的 它是先铺平台从上往下运作 我这边呢 是先做基础 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过来 我的运营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我之前全是借机 你整合了什么 品牌商物流 还有终端 你是要整合还是已经整合了 我是在西安市已经整合 而且 小王我现在必须要打断你啊 因为如果你给我们的计划书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书 我们怎么从中判断 它是一个商业计划书 是来融资的 还是一个普通的策划案 那刚才大家都问你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 整合了这些资源 且不说是不是整合了 是已经有了 你这些都有了 你过来跟我们讲这个 是要我们支持你吗 还是说你的逻辑很通顺 你已经有了这个 拿这个来溢价 这一万块钱的薪水呢 我的这个逻辑 它是可行的 是这个意思 可行的 可行的你现在不是停止了吗 是停止 是因为没资金 所以我停止了 所以你来要资金的吗 所以你还是来融资的 不是 不是要来融资的 我很好奇 你需要多少资金 把这个事干成呢 先是的话 一到两百万就够 两百万能够把你这个事干成 是 没问题 我有 你知不知道做这么一套东西 从系统到物流 所有这些整合平台 其实 确认可以做到 不 我觉得咱们分析一点 咱们就说刚才整合这两个字 我就特别想了解 你说你已经整合了 在你讲什么叫整合 到什么程度了 协议 意向 口头 还是想 那我来说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能站这一块 如果我跟人签合同 我就不会站这一块 那我来讲 我线下的一个实体 那就是没签合同 对吧 没签合同 但是呢 我这一块 你说你的冷链整合了谁 你的冷链 某通 快递 也是没有签合同 没签合同 那是做什么类型的合作 是说 你提供这套方案 还是说你提供这套方案的 deliverer落地 落地 落地 是吧 所以你帮它整合物流资源 然后产品 生鲜 生鲜 生鲜产品调的资源 对吧 他跟你的那一项合作 就是他把你当成一个物流平台了 你只是在帮他负责送货 但是我的野心 是比他要大 他只能作为我这个平台的 里面的一个角色 其实今天王聪多呀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并没有把 今天的舞台 当做一个应聘的舞台 而当做完全的一个 个人展示的舞台了 那么他带的这个项目计划书呢 说实话是有很大的这种实行的可能的 但是就他个人能力来讲 实现起来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不要再针对于这份计划书 我所想知道的 要今天有效率的完成今天的面试 就是他值不值一万和一万五 我只想知道这个 其他的我都不管 那么在刚才 那么在刚才的交流完了之后 以及看了这些计划书之后 想在座的各位给我一个建议 有没有人认为他值一万和一万五 我没有我没有听到他任何 愿意打工的销售的介绍 因为如果这个计划书让我觉得特别 我是说就你目前的了解 你认为他值多少 不是一点都没讲清楚啊 我觉得 来王嘉良 他差不多也就值个六千多吧 六千多做一个销售人员 来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你也是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我问一下人力资源专家 对 刚才大家聊了好多啊 我们不讨论商业家书能不能实现啊 对 就你知不知道市场上就在先啊 嗯 有多少做销售的能够月薪上万 底薪上万 拒责数据没有 我可以告诉你 不超过3% 够 不超过3% 对对对对 这些人大多数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对我这边的话求职是销售类管理长 所以我反对学历歧视啊 这个人力专家你不要学历歧视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下来接下来说我的话 那你先要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西安 Top3%的Sales 你才能够配得上 一万块钱的销售底薪的月薪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西安我的工资确实拿不太高 六千块钱 底薪 我现在有一万呢 但是我现在是出来 在这个平台上 我觉得拿一万块钱 没有问题 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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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稍等 为什么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拿一万了呢 因为 这平台上都是冤大头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平台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个平跑好在能够给你冤枉钱是吧 不是能给我冤枉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能得到一个相辅的一个工资了 但问题是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你达不到这个能力啊 所以咱们在谈吧 那按照你的逻辑所有来这个平台的人至少能够溢价 你是六千到一万是吧 能够溢价百分之六十以上 老师 这是你的逻辑吗 老师 现在您误会了 在没有做这个项目之前 我的工资要求只有六千 在西安 你这个项目其实你根本就不能感谢什么样 减分的不得了 因为在没说我真正的线下实践 我的能力体验的人一块 其实我们已经经历快一个多小时了 你为什么不讲呢 如果我给你两分钟你能讲得清楚吗 可以 就给你两分钟吧 可以 就给你两分钟来讲吧 好吧 好吧过去的销售的最牛的地方 第一份工作 三个月完成一年的个人任务量 完成之后半年带领团队 完成整年的部门的一个业务量 第二个帮朋友去做一个企业的转型 半年 我整个市场就是陕西省啊 包括甘肃部分地区全境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覆盖率 包括我做这个项目 终端我一天开发十个 这是最少的 完了 小王 我想跟你提一个建议 你从一上台到现在 你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好高大上 你高大到我们 没办法跟你攀附在一起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 一个人呢 我们绝对不能妄自菲薄 但是也不能妄自尊大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条件 无论是在企业中还是跟你合作 都是一样的送给你好吗 谢谢 最后再问你 调薪酬吗 不调 不调啊 行吧 第二轮要选咯 开始 第二轮选咯 第二轮选咯 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其实没什么 我今天上台来的 我是很坦然 我本来是想以谦虚的面去表现 但是可能坦然环境 可能导致我语言有些 言辞有些过激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因为人嘛 咱这么长时间 就这么短时间 可能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是这样想的啊 其实你最后一份工作是六千 如果今天你能降到六千 你可能获得一个机会 然后再去施展你的才能 进去大概数月的时间 也可能回复到你自己的能力的范畴 就是一万八 如果你有这样的自信 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 就像你所说的 所以说今天即便是一面试失败 以后出去呢 注意说话的口吻 对 注意交流的方式 脸是自己丢的 面子是别人给的 不是自己要的 明白明白 好不好 别的没什么话好说 祝福你再见 谢谢 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但是呢 我对于我自己的能力 还有我的薪资要求 是很有自信 很肯定 可能我是有一些 给人感觉比较自傲 我是有一些言辞激烈 但是呢 其实也 变不后悔 也没有什么 从初中的时候 就一直在做天职 减轻家庭的负担 提高自己的实验能力 为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 打下一个基础 我不想拥拥碌碌 贫贫烦烦的 就那样过一生 做自己想做的事 散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实现自己的梦想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王小南女23岁 山西人山西运城学院 在读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大家好 我来自于山西洋权 就读于大美河东 山西运城学院 人如其名 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但我是一个温柔的女汉子 有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 也有汉子一样的行动力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能够雄找一份 人力资源方向的管陪生 或者主管助理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你说你为什么 干这么多兼职干人 缺钱 是 咋缺钱了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妈妈身体不好 一直要吃药 然后爸爸就是 在外地的一个工地上干活 然后我要上大学 弟弟要读高中 还有一弟弟 对 那你每个月生活费大概有多少钱 每个月生活费 吃饭的话 就是一天 基本就是 十块 十二块左右吧 上大学以后 就是社友经常出去逛街嘛 我一般不去逛街 然后每天吃饭就是 我一般不吃早饭 然后就中午吃个面 晚上也 有时候吃面 有时候就喝粥 你个面干上了是吧 你个面 还好 还好 你也不逛街 你这身衣服哪来的 你不逛街咋买呀 这身衣服 这是为了参加节目 然后买的 多少钱 六十多 六十多啊 这么会买东西啊 六十多是挺漂亮的吗 那比那红裙子 好漂亮多了 哪有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听说你是 在你宿舍里面 水壶最多的吗 是 为什么 我比较爱省钱嘛 然后高中去打水的时候 有些同学 他把那个壶打碎以后 它里面那个打碎了 但是外面的壶身还是好的 然后他就不要了 我一般看见那种情况 就等他走了以后 我就捡回来 拿回来有什么用 没胆呢 配个胆 对 因为买一个新虎要二十多 如果配一个胆的话 只要十块钱 这适合做老婆 你看多会省啊 你看你看 我也喜欢省心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法子呢 是吧 你谈男朋友吗 没有谈 是喜欢了一个 我就知道嘛 哪个少女不多情嘛 对不对 来来来 你喜欢的 你有没有有实际行动呢 记得风科以后 第一次进那个班的时候 然后进去就看见一个男生 我觉得人家长得真好看 长得像谁呀 是哪种款 像力总 像力总 哎呀 太凶了 像他表白了没有 表白了没有 表白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表白 因为当时想了不敢 那你干了什么 就是 就是给人家发短信 打电话 送过早餐 送多久啊 送了一个多月吧 送了一个月早餐 对 你自己都不吃早餐的呀 我不吃早餐 那你给他送 就因为给他送 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馒头旧咸菜 那你给他送的是啥呢 给力总送的是啥呢 粥 还有摩扎菜 还有就是饼子之类的 感觉 这么丰富啊 一顿早餐 太奢侈了 都是我自己舍不得吃的 他吃的 我们前几天还吃 后来他送给他那个同学了 女同学 男同学 好 也就是说他没有接受 是 他说就是不要喜欢他了 我们不合适 然后 我觉得追求爱情 他不喜欢我是他的权利 但我喜欢他是我的权利 然后 我可以做到 安静的不打扰他吧 一直到 反正到大学 到大厦 然后就 有时候偶尔就会给人家发短信 然后反正人家也没有回过 确实是 我觉得那些男生挺好 不喜欢就不暧昧 对 这样挺好 是吧 若气请彻底不要暧昧 那 你有什么梦想没有 你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 我的梦想啊 就是 16年 也就是现在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 希望拥有一台自己的笔记本 电脑 我宿舍八个人 然后就我没有 李总松一台 我是看在厨师老师的面子上 然后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你岳父 真是 你是今天你笑娘舅了 我发现 我是开玩笑的啊 那个要笔记本 今年找到工作 自己买 对 咱们不用男人的钱 就是 白吃我一个月的早餐 是吧 不要你买啊 行行行行 挺好 人穷志不短 对 人穷志不短 这姑娘我喜欢啊 这很适合当媳妇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喜欢的 可以给栏目来电话啊 你今天来找什么工作啊 今天想找一份管培生 人力资源方向的 那你 你是读人力资源方向 你不是读人力资源 我读的是 饲养政治教育 那你为什么 你想教育别人 那你为什么想做 人力资源管理呢 因为我喜欢就是 人事调动 然后就是 你想调动别人 管理人的那种 想管人 对 我喜欢管团队 你喜欢管团队 我们看看 今天会不会给你这样的岗位 你要求薪金多少 要求4000家 4000家 第一个月 要两个月才能买 它笔记本电脑啊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天津 还有山西省内都可以 行 来第一轮选择去回来 天生我有才 来 提提提 这个是生活中的我 勇敢 自信 幽默 阳光 充满正能量 这个是工作中的我 做咨询顾问的时候 在超市做促销员 然后在外场做促销时候的照片 工作中的我也是很快乐的 这个是我为咖啡之意想的一个点子 你的爱情 我们帮你回忆 我想的它的具体步骤就是 咖啡之意就是可以招募那些情侣 小夫妻来到店里 然后两个人就是 一起磨制咖啡 制作甜点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既然来应聘 那个人力资源 那你展示你自己的那个市场策划 这块是为什么 没有人力资源惯例的展示 没有 比如说人力资源里边经常会需要解决 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冲突的问题 比如说你之前你在组织一些人 出去那个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人 比如说他特别不适合这个团队 然后你是怎么样去调和他们的 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吗 就是他们就是说工作中的话 就是看他们的那些就是他们就是 他们的需求他们 您说 我估计他可能自己比较阳光 接触的人很多跟他相处也比较舒服 他应该看不着谁有什么问题 这样这样小老是这样的 就是来我们先给我帮你捋情一个概念啊 这个人力资源管理 它不完全等同于管理 管人也不完全等同于管理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 我在你的简历里面看到了 你的求职意向 包括刚才你的PPT里面 都写到银总的咖啡之意了 对吧 那刚才你在里面也做了一个 算是策划方面的东西 那如果真的您想到银总的企业工作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想做基础港啊 还是想做文职类的工作 设计创意类的工作 或策划执行类的工作呀 我还是比较想做那种管理层 对 他就想管人 就是想管人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 你感觉应该是做些什么工作 人力资源管理 它放为六个板块嘛 人员的调动 然后员工关系 招聘 然后绩效 然后工资 然后 你这个从哪儿去 你完全没学过 没有人员调动的吧 你从哪儿学来的 你这六张模块是哪儿来的 网上 网上 他查了一下 这工作了对不对 当然你未来想做什么 未来 对对对 你除了人力资源 你未来想做的一个职位 管越来越多的人 再高一点 对小达 就是你的职业规划 我的职业规划是 我希望未来能够 就是成为一个企业里面 管理人力资源的一个高管 然后 就是管越来越多的人嘛 对不对 当现场说到人力资源 这个事的时候 因为我一个职场小白嘛 我对那些人力资源 其实真心是不太懂 仅有的知识 也是从网上得到的 然后我会改正 我们虽然这女孩不错 但我们不要跟红小孩似的去问 那呀你想做什么呀 你怎么样 如果你真想做人力资源管理 三位派出一个人来问几个专业问题 他有没有做这个的前置 好我随便问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经常说人力资源管理呢 这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能力 我们叫与人连接力 这个人际理解力 是吧 或者我们更简化一点 就是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意愿和能力 那现在我给你出一个题目 你与在场的一名学生交流 把他招聘到某个企业去 请问你怎么做 把学生招到企业去 有没有哪个同学 自高奋勇愿意 哎好就这个小男孩 可以 好你跟他展开一段 陌生人的交流和招聘的过程 嗨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刚毕业的应急生 我是出自北大青鸟的毕业生 现在想应骗一份那个 网络工程管理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网络技能金 我们有这样的职位 有这样的岗位 然后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才 问一下公司的薪酬方面 还有待遇这方面吧 我才会考虑 如果你真的就是人有所值的话 我们肯定会就是按照你这个人的价值 然后给出你的薪酬 马云的话 就别人看不到的才是你要前进的 你们俩在干什么 所以谢谢你 我会录制您的公司 好 来来来点评一下 谢谢你 他能做吗 他能做 OK啊 那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这个比较难为我们现场的这个 小男同学是吧 比较难为你啊 整体的表现来说 最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 但是很快的话 其实就进入到了相对来说 一个相对 觉得你比较放松的阶段吧 至少我们几个评估啊 您的沟通能力 其实还挺适合做人力资源的 但是呢 我们也想要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人力资源真的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不是说调个人啊 是吧 管理几个人啊 就是这些事情 有机会的话呢 希望你能够多 比如说买一些人力资源的书籍 或者是去读书馆去看一下 然后呢 对人力资源有更深的了解 我觉得你还是具备很好的潜力的 OK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会学习的 来吧 第二轮选择许货率 还有八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时候 请立浩言和 就是教学部的一个助理的工作 这个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 谢谢 我推荐给你的岗位 它是一个类似于客服 又会沾一点销售的一个岗位 然后主要的工作平台是在微信上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 我为你提供的岗位是HRCM的行政管理 就跟你这有点相像 工作地点在深圳或者惠州 好的 谢谢 那个小男 我给你提供的是我们集团 加盟联绍事业部的管理配训生 好的 谢谢 给你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输出方向 未来肯定是做管理培训生 所以这个未来的路还很长 你要好好学习 好的 谢谢 伯洛尼的这个人力资源部 就是你最对口的那个岗位 然后我也觉得呢 你想当管理生 可能你对优胜教育有 有预先有了研究 你又把 能把刚才把咖啡之意说得那么明白 我觉得我可能敬忠不过他们两个 但是我觉得呢 如果你要4000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6000 不能提前做了7000 是违规的啊 是违规的 我们公司会提供一个 酒口袋人力资源经理助理 这么一个岗位给他你 刚才这位老板出到6000块钱 我可以出到7000块 谢谢 不是不是 这个 你们那是造币厂啊 然后呢 这唯一的就是什么呢 要跟你说一下这个工作岗位是在上海 谢谢 我们有大量拓展店和招人的需求 可以加入我们的人力资源部啊 全国加盟联锁事业部 帮他们招互联网店长 因为我们主要是帮他们做互联网方面的这个 呃 用户的运营啊 所以说这个自己点在北京 好 嗯 好 谢谢 我已经数次的提醒过在节目当中 在这一轮不允许说价格 今天又有两个人犯规 来 请后台帮我把这两个老板的灯灭掉 他们失去了招聘资格 来 波罗尼和 我争取一下是不是 不可以 这个说自己比别人能拿得多很爽是吧 不行啊 规则就是规则 由于他们的失误造成你也不能选择两家公司 但如果你真想去那两家公司 你可以 把灯全灭了 去找他们 规则之外的事情我不管 好吧 在剩下来的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灭掉了他的初恋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为我留单 谢谢 再灭一盏 谢谢 你看 你不挣扎一下吗 你不然很喜欢挣扎的吗 来 我们有请尹峰 正好 感情不上感情 很喜欢你 这两人在好久没在一起斗过了 试用期五千佳 五千佳 你这边是试用期还是正式录用 试用期 试用期 来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到他们两位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 你好干脆 来 15秒 你说你本来就想好了 干嘛还留意陪衬呢 咖啡之意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接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咖啡之意 真好 谢谢 今天能够成功音频咖啡之意 我特别高兴 我一直的意向企业 就是咖啡之意 好好学习 然后让自己更快地成长起来 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喜欢从一而终 我希望能够一直在这个企业 做下去 谢谢 背景离乡已经有11年 一直在找工作 任何的基层工作都愿意做 但是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 有过一份穿越经历 不是为了什么赚大钱 我只是为了稳定 永远不用再走 希望通过非你莫属 找到一份可以安家落户的工作 吴湘宇 男35岁四川人 四川音乐学院 声乐专业 现场的所有朋友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吴祥宇 成都人 虽然我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 但我已经从事酒吧歌手之业 有11年 走过全中国60个城市 去年也在迪拜演出过 然后有过一次的失败创业经历 开过一个过百万的酒吧 在成都 然后今天到非你莫属 希望可以寻找到一份和活动执行相关的工作 谢谢 你好 腿老师 这个是我的简历 然后非常的喜欢你 谢谢 你是歌手和酒吧老板是吧 酒吧已经垮了 酒吧已经垮了 你是哪只耳朵听不清 左边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因为什么原因失松呢 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小时候就一直认为 每个人的耳朵都是一个好一个坏 我以为这个是常识 你是天生的是吧 不太清楚原因 那现在是一点听力都没有 还是有一点 如果你知道120分贝的概念 可能在我耳朵里面 左边就相当于是你跟我正常说话的音量 你是唱什么风格的歌 我是唱夜店酒吧歌手 不是像那种三里屯的 就是说像北京的南阿铁酒吧 苏和这种类型的 你唱了多久 11年 一直到现在 2005年开始 那就是除了唱歌 你没干过别的 我这是我生平到现在唯一的一份工作 还挺专注的 你唱歌的收入怎么样吗 上面写21,000一个月 21,000到24,000 那不还行吗 就继续唱呗 这么说吧 我是11年到现在 我背景离乡 如果我说11年的话 那也就是说老婆起码有 五年没见过我 你结婚了 结婚了 小孩三岁半 三岁半 老婆跟我在一起 她也80年 今年36 如果说做酒吧歌手 11年 那起码就有六年没见过我 2013年想 就已经想要 不再背景离乡 家门口 然后找份试作 正好那个时候 有三个歌手朋友 跟我一样的职业 他们说我们喜欢成都的酒吧文化 我们想跟你一起开酒吧 你愿意吗 那 我说好 因为的话 我的目的就是 不是大富大贵 只求可以在家里面 有一份事情做 后来亏了多少钱 我亏的不多 我亏的只亏了五万块就出来 我虽然是这样 你亏了五万块 然后套了一 十五万 那你现在想着转行挺难的呀 今天有你意向企业吗 意向企业的话 其实就一个应该是咖啡之意 去干什么 虽然说我喜欢那个 陈浩陈总 但我知道我没有相关的专业性 那你去咖啡之意能干什么呢 我希望的是进行 比如说现场的 就是运营这一块 就相当于比如说 我做酒吧 就跟管理一样 然后可能不熟这个企业 我可以从 运营的管理培训升开做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因为我不太清楚 正常的公司有没有这种职位 好 那除了在我们这之外 你其他的现象有没有运营过公司 我现在一直还在挣钱 包括我今天来这里都是 就是说我在挣钱 我就不需要去现象 那为什么想要到这来应聘呢 因为简单明明明了 第一个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话 应聘可能要不就没有机会 要不然年龄大了 只能跟年轻人的基层工作 然后竞争 但是来这里的话 可以面对CEO 也许可以面对到一份起点 会好一点 然后就是发展性强的工作 这倒是一句实话 你要去多少钱 四千块起 不低于四千 对 有低于限制没有 我只在成都 只在成都 对 咖啡之意成都倒是有 第一环节我们先选一下 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 好吧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八盏灯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唱一分四十秒的歌 尽量短 所以就一分四十秒 那你就展示一下呗 四千块起来 冷静冷静 不要胡言乱语 再多一起一起 真的无法再继续 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离不开你 给个理由找个不分开的回忆 分手这不是我的决定 忘记过去的一点意义 是个光远希望你还能进去 最后一句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最后一句就算分开我也爱你 来我们请专业的严求普同志点评一下 既然说我是专业的我就说点专业的意见 就是其实为什么到35岁的时候你要选择转行 就是因为其实你的歌唱的比较没有特点 像这首歌关哲原唱了对吧 关哲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底气声音很靠后 他的声音就像一堵墙在到后面挡着一样 但是可能这声音显得比较靠前 而且比较靠鼻子这个位置 然后可能显得比较薄一些 这是我个人意见 他的点评还中肯吧 70% 因为剩下的30% 我说实话是这种的环境跟音响和麦和酒吧是完全不同的 我并不能够融入音乐其中 声音小我没有唱过这种 我只唱过酒吧 天秋补你来一首呗 咱俩合唱一首吧 你自己唱吧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 好 a new life for me and i feeling good 谢谢 谢谢 不错 但是有一个前提 是以轻唱为基础 能不能听得更准一点 如果说你给我一个PK的机会 你给我十秒 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了 好 我希望听歌呀 PK呀 来吧 你也会唱这首歌对吧 还真不会 但是他英文歌唱的还不错 私下时间我很喜欢文学 用来学文学去了 学了很多年 就是我是 那有没有带来作品给我们看一下 有 因为这两条是我人生的经历当中 我的有感而发 然后我就随便带来一些 因为都是在我微博里面 这你写的是吧 对 然后借图雷老师的普通话 可以读一下 因为我用这个来体现是 一个是文笔功底 一个是向各位boss 展示我的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 不是那种比如说挺凌乱的 只会唱歌 有没有 音符串联成旋律 抒发情感 色彩整合为画卷描绘事业 文学皆是真理 震颤灵魂 在梦境 邪恶都有几分纯真 现实中再纯真却也多几分邪恶 往往你不追究那些虚伪 却质问你的善良 往往你宽容 另一类却惦记贪婪于你 岁月吞噬青春 同时岁月也累积心智 我用文字记录心路历程 用照片鸿托回忆印记 我用微笑印证活力依旧 用泪滴缅怀欢笑流逝 不幸也幸运的是 我们有眼睛 因偶然窥视曾经而落泪 我们有耳朵 因闻锁久远以悲鸣 这是淡化不能抹杀 心生不能抵挡 深深在心底的回忆 这是原创是吧 我其实挺感谢他把它念完了 我以为他只会挑一两条来念 他念完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 然后我没想到会念那么多 所以谢谢陀雷老师 从他的这篇文章里 我能够特别感受到一个 天天在酒吧里 看着众生酒醉惊迷 但是唯你独醒的在思考人生 你整个这个人身上还是有一股正气 谢谢 隐峰是想说你出于你而不然 他是有点小清高的 我问一个很庸俗的问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过普通人生活 可以挣到钱 因为唱歌11年的话 收入完全可以满足我 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因 然后的话一直不停 家人就过得好 但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年龄到了一个 我还能唱 但是没有必要 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转 那祥宇 你今天比如说到唱吧去做一个店长 你觉得你要学什么技能啊 好问题 好问题 你这个考到过 因为我没有做过 就是说正常的一份公司的职位 所以问我这个时候 我是一片茫然的 所以这个陈昊今天问出了一个 其实后期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如此破釜成珠的 要在36岁高龄的时候转行业 你为你的转行准备了一些什么 其实你没怎么准备 我的话因为比如说跟餐饮相关 然后在尹风老板那边的 比如说咖啡之以成都友 然后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 今天就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是吧 对 好吧 有一点我挺欣赏的 就很干脆 我就冲着他来的 其他我也不考虑 我挺喜欢这一点的 如果将来真正进入他们企业去工作的话 有的时候清高要放一放 要融入到团体当中去 说实话 我也是个清高的人 但有的时候在群体合作当中 真的不好使 特别是面向客人的时候 来 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四盏灯 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词位 张扬 岗位刚好跟你的这个专业还相关 因为我们现在线下有自己的这个互联网体验餐厅 那马上想开晚餐的这个市场 谢谢 对 尹风 咖啡之以给你留的岗位是店长助理 我非常有信心帮你培养成为一个股东店长 或者一个创业者 咖啡之以欢迎你 谢谢 燕秋福 唱发卖宋呢 提供给你的岗位是储备店长 你需要到北京经历过实习期之后 并且通过了才可以回到成都去工作 谢谢 李浩阳 就是互联网教育的一个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谢谢你 听清楚了 对 四盏灭一半 好吧 来 发动 呃 谢谢你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有请燕秋福 尹风 谈牵不上感情 同志老师 我要嘚瑟一下 就是 你发现没有 所有长得好看的都到开福西来了 所有会唱歌的都到长八卖送来了 尹风老板 是不是我头三个月得在长沙 按惯例的话 我觉得你前期的实习和培训 可以选择在北京 也可以选择在长沙 但是我个人是特别愿意你好好学习之后 通过考核做一个股东店长 你能在成都开一个音乐 体的咖啡之一 公司可以投你 谢谢 唱八卖送在成都的店啊 就在当地的酒吧街上 那个气氛是你最熟悉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把职位留给你的这一点 考虑一下 收秒 唱八卖送 咖啡之一 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去吧 咖啡之一 那个我的确有了想法 有可以 万一可以创业 所以的话 先做储备链站的助理 也许 以后 有助于我创业 因为他说我可以开 他可以 还可以投 我可以试试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利投资邮箱菲尼莫属的全篇 2010 at 126.com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不见不见